朋友们,今天我给你们看一台北京现代的名图 今天也给你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防撞梁的重要性 尤其是后防撞梁和前防撞梁 这两个防撞梁这玩意真的是要命的东西 所以赶紧看一下你的车子的防撞梁怎么样 这车是我们在高速上面拖下来的 那这辆车子也是,怎么说呢 很可惜啊 因为出了事故,然后还闹出了这个人命 因为高速上面有一个老年人横穿高速公路 然后被他给撞上了 对吧,年前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撞上了这个老年人 然后后面的车又给他怼上来了 相当于他前后都被撞了 知道吧 为什么我说这个防撞梁很有作用呢 他后面那个奥迪奥迪奥是奥迪的追着他 你想奥迪那个前面有多硬你知道吧 然后他的后面被追成什么样了 对吧,整个放备胎的那个地方已经严重溃缩了 要是没有那个备胎的话 可能你要撞到那个后排的那个座位那个地方去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买车的时候 多看一下那个防撞梁怎么样 然后结不结实啊 你不结实了有可能撞一次的没事对吧 你不结实的话有可能你撞一次你车就报废了 就这么简单 而且你有可能伤到你的这个人 对吧 你坐在后排的人安全性能很大大折扣 当然我上次也不是说了吗 买车尽量买带独立悬架的安全性能要好一点 很多人就反驳我 就是这个什么后悬架关安全性能什么事 对吧 因为他这个后悬架 你知道后悬架他有一个原宝梁 就是他们所谓的副车架嘛 你想吧他要固定那么多连杆 他后悬架那个原宝梁非常的粗 他要涉及到在后部的车辆后部要增加很多螺丝 要固定对吧 他不像扭力梁的悬架 只有下面两颗螺丝 然后带两个减震器就完了 他后面相当于没有做任何的加强 你要是独立悬架的话 他相当于在你的 就是车子后面做了一定的加强 也就相当于是加强了对吧 他好几颗大螺丝 把你的整两边的大螺就就给拉上了 是不是 说是你经过碰撞的时候 你后面最起码你有那么多加强箭呀 对吧 你不一定有那么惨呀 但是你扭力梁的就不一定了 那要是高速追尾的时候 你这个追的太厉害了 相当于你后面是不是一下就被挤进去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然后马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名图被撞的什么样子啊 这就是后备箱 现在已经全部被割下来了 这个严重变形 只能采用切割的方法 这要是后面是一个大货车的话 这车就完蛋了 幸亏是一个小车 没有那么高 现在已经把这个新的后备箱潮放上去了 兄弟正在焊接 现在把这个后围板给装起来 装上了啊 装上就看着不是那么丑了 然后里面也焊接好了 这个等全部焊接好了之后 还要做这个油漆 还要给它喷颜色 喷成白色的 现在已经把后备箱盖 还有尾灯这些装好 准备在最后做最后一步的调试 把这个各个方位的这个缝隙一定要调好 就完成了 兄弟们 他刚才给大家看完了 这个 你们觉得这辆车的这个碰撞成绩怎么样啊 但没办法 因为他后面被追 他追他那个车是2DA6 你肯定怼不赢啊 对不对 人家那个车量 1.8吨左右 而且前面的那个防撞量那些又结实 那个车修了差不多去4S店修了 那个车修了 差不多有五六万块钱吧 可以买一个车了 然后我也告诉你们啊 就是在高速上面开车 千万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你别以为高速上面就没有人 真的 有时候高速上面莫名其妙给你穿个人出来 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但其实我还感到挺惋惜的是什么呢 有可能啊 这个车主他出车祸之前 要是把他这个前轮胎给换掉的话 有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有可能那个老人家不会就是说 呃去世 知道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那个轮胎我跟你讲 都磨的已经是很平很平了 一点花纹都没有了 知道吧 你那个在高速行车的情况下 刹车距离已经就说变长了 他肯定没有花纹升的车 刹车性能好 对吧 他抓定力不行 你本来50米就可以刹停的 结果他轮胎不行要跑60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我还是感到挺惋惜的 如果说他提早把轮胎 坏了的话 也许就有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就给避免掉 真的感觉挺惋惜 那天我们去拖车的时候 看着还是 呃 反正是很不忍心的 对吧 呃 这期视频就放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真的 这个车子撞坏了不存在 知道吧 主要是人一定要安全 你不管是伤你自己还是伤到别人都不好 对吧 呃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